老师要教学生 你会英文教英文 会数学教数学 你会什么教什么对不对 结果呢 高雄市中正国小 有一位小三的学生 回家以后跟家长反映说 这学期新进的老师 在舞蹈课上面 他不教学生跳舞 要学生自己去看录影带 自己学 剩下的时间玩游戏 家长觉得奇怪就追问 老师才承认说 自己学的是表演艺术 根本不会跳舞 那这样要怎么教跳舞呢 随着音乐转动斗笠 轻快舞步排出整齐队形 他们是高雄中正国小 舞蹈班的学生 举手投足都展现出 专业舞者的架势 经常在全国性比赛获奖 学生必须通过严格的监选 才能就读 但舞蹈班的老师 竟然不会跳舞 知道了我来教评会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那时候就已经告知 我在教师会的时候 就跟你说了 你可以拒绝 你可以拒绝 然后你 你如果不拒绝 就代表 你同意了 老师委屈落泪 反怪学校当初 征选教师的条件 没显清楚 怎么会这么离谱 一名舞蹈班的 小三女学生和父母反映 这学期新进的诚信老师 在舞蹈课上课不交舞 而是要学生自己看 录影带学跳舞 剩下的时间玩游戏 家长觉得奇怪追问 老师坦诚 自己学的是表演艺术 教的是戏剧表演 根本不会跳舞 表演艺术有分两类 一个是舞蹈 一个戏剧剧 那我们学校是舞蹈类 那我们也明确告诉他 你如果要进来 一定要去加强你本职设认 校方解释 今年五月开的舞蹈老师缺 规定只能写 艺术表演缺合 陈姓老师是经由教育局派任 校方根本不知道 老师不会跳舞 学校目前决定让陈姓老师 教现代舞的即兴创作 古典和民族舞 将请资深的舞蹈老师辅佐教学 只是教育局怎么会派任 不专业的老师来教舞蹈班 实在是让家长难以理解 最近新闻王家情报经营 高雄报道